台中市在食安的標準上 一向是比別人嚴格 因為我們要確保 我們的市民家人的食安 所以台中市有很多的政策 都是領航全國 不需做服務不需求 用盡心機總衛修 陽市不知 陰市市 官法如魯不自由 我們看到第四句 官法如魯 全台灣只有一個政府 把這兩個魯放在一起 就是盧秀燕跟蔡壁盧 這一首詩是寫給盧秀燕的 然後不需做服不需求 各位 那個服是什麼意思 我們說哪一種動物很有福氣 就是豬很有福氣 所以你把那個服改成豬 你就完全看懂這一篇詩 在寫什麼 首先不需做服不需求 第一個 你不要在豬上面動手腳 不需要求就是 你在驗牠瘦肉精的時候 不要一直祈禱牠是陽性 這第二句就告訴你 用盡心機總衛修 這瘦肉精的風波 整個過年這樣子吵吵鬧鬧的 整個盧秀燕的好感度 讓人家覺得 你這個市長怪怪的 所以用盡心機 大家討論 諜諜不休 最後陽市不知 陰市市 意思就是我們活著的人 不知道死掉的豬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官法如魯不自由 接下來這幾年 還把蔡壁如找到台中市政府來 盧秀燕會非常的不自由 所以這一首籤 原來主詞是寫給盧秀燕的 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我這個星座純娛樂研究 那為了上節目嚴謹 以下引述至國師唐祈陽 唐祈陽真的是國師 對 他之前 有特別講天秤座 因為那個德德賴清德 總統當選人 他去年2023年的時候 有特別注意到 唐祈陽說天秤座在2023的下半年 非常累 看你不順眼的人 會紛紛出籠 什麼姓柯的 姓侯的 姓朱的 果然在選舉的過程 命運多傳 不過坦白講 我們愛清德可以說是 我們現在已經選完了 回頭講這樣子 自己補比較不會操車 坦白講這個人真的是 完美人設 即便是最後打到後來的 這個可能跟 房產有關的事情 也很明確的知道 另外藍白兩個政黨的 總統候選人 房產出事的更嚴重 更多 所以在這個選舉的過程 你幾乎很難 我至少 我自己認為 在總統的攻防上面 基本對我來講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熱鬧的看點 你知道那個柯文哲 他就是呈現一個 我的其他的選手都很爛 所以你們要選我 我做可能會比較好 我比較早起 所以你們要選我 可是你真的去看他的 我們是有去研究 柯文哲的競選的政見 你看一看 他要麼抄國民黨 要麼抄民進黨 他根本沒有自己新的東西 能源的政策 經濟的政策都好 後來你進一步問他說 你的政見都是抄的 那怎麼樣做比較好 最後他的回答是什麼 我執行力比較高 我比較早起 那當然這個 這個最後就看破手腳 好 那天秤座的上半年呢 國師還是有開示 他說啊 你要站出來承擔更多的事情 然後呢 你要有所表現 不過不要讓自己累死 要開始學著把事情釋放出去 讓別人來幫你 那我在想 如果是以耐心得的角度來講 應該就是 這段時間他要開始打造自己的行政團隊 對 然後呢 他也要遇到可以說是自阿扁以來 新的一個挑戰 面對藍白兩個政黨 你如果說過去的國清兩黨 都還是兩個給人家感覺比較中老年的政黨 可是這一次面對的是國中兩黨 這個民眾黨目前的知識者的年紀 知識者的年紀 普遍是比較輕的 所以它是一個新的挑戰 打造一個新的能夠回應民意的團隊 我想是耐心得在星座學家國師這邊 最主要的課題 不過另外一個我很興趣的 我想要先移到第一張的PowerPoint 牽絲 你知道抽籤這件事情是這樣 主持很重要 比如說我們現場有一個笨蛋 到底我是笨蛋還是你是笨蛋 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這支籤到底是抽給台灣 抽給耐心得 還是抽給哪一個政黨 抽給誰的 你仔細看之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他有一個很明確的主持 我們先念完這篇 南昆森的 中間這個天聖宮的 天聖宮的 他說不需作福不需求 用盡心機總未休 陽氏不知 陰氏氏 官法如魯不自由 我們看到第四句 官法如魯 全台灣只有一個政府 把這兩個魯放在一起 就是魯秀燕跟蔡壁魯 這一首詩是寫給魯秀燕的 然後不需作福不需求 各位 那個魯是什麼意思 我們說哪一種動物很有福氣 就是豬很有福氣 所以你把那個福改成豬 你就完全看懂這篇詩在寫什麼 首先不需作福不需求 第一個你不要在豬上面動手腳 不需要求就是你在驗他 瘦肉精的時候 不要一直祈禱他是陽性 這第二句就告訴你 用盡心機總未休 這瘦肉精的風波 整個過年這樣子吵吵鬧鬧的 整個盧秀燕的好感度 讓人家覺得你這個市長怪怪的 所以用盡心機大家討論諜諜不休 最後陽氏不知英氏氏 意思就是我們活著的人 不知道死掉的豬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官法如如不自由 接下來這幾年 還把蔡壁如找到台中市政府來 盧秀燕會非常的不自由 所以這一首籤 原來主詞是寫給盧秀燕的 可能是在抽籤的時候 他本來要想像說 我們總統多少錢 台灣國文他要抽要抽 突然想到賴清德 可能2028年的對手 一抽起來 腦海閃過盧秀燕 結果這支籤是抽給盧秀燕的 這樣子解釋你就可以理解了 概念是這樣子好不好 不要去在豬上面動手腳 不要用心機 然後因為我們活著的人 不知道死掉的豬在想什麼 所以奉告盧秀燕 你再綁一個民眾黨的 進去台中市政府 未來四年你會很不自由 原來如此啦 主持人在這邊代表廣大的觀眾 感謝上山下Q的大師 上山下海 牽絲這樣子的解釋 好 跟大家報告 今天是113年我們的新春談辦 那我今天心裡特別高興 因為我的執政要邁向第六年 那前五年我們的新春談辦 那只有第一年比較順利 那後面三年因為碰到疫情 所以為了避免大家的這個疫情防疫的關係 所以沒有舉行實體 那去年開始逐漸恢復實體 不過去年的一個開工 因為大家疫情才還在剛結束的階段 大家心裡還有負擔 所以我們並不鼓勵大家參加太多 那來的人不多 那現在疫情平穩 那所以呢 今年開工特別熱鬧 有很多的我們包括各級民意代表 包括我們的市政顧問 包括很多的貴賓市民家人 市府的同仁 參加非常踴躍 那今年呢 我們的這個團辦也是開兩場 一場在我們的新市政中心 另外一場就待會我要趕到陽明大樓去 我們那個地方還有一個政府的這個園區 那所以今年我們辦的這個團辦呢 就辦了兩場 那另外也跟大家報告 在今天新春團辦當中呢 那我除了謝謝我們的市民家人 市府團隊 大家共同努力 讓過去的這五年當中 雖然我們碰到很多的困難跟考驗 包括疫情 但是台中的市政進行非常的平順 而且受到肯定 包括在九個不分黨派 跨藍綠的民調當中 我們都拿到六都第一名 謝謝大家的支持跟肯定 但是我也期免 我們所有的市府同仁 在今年113年 這新的一年當中 我們要抱持著兩個初心 第一個初心呢 我們是公僕也是市民 所以我們做任何事情 都要從市民的視角出發 從市民的角度去思考 來決策來執行來服務 那這樣子的話才會有同理心 那第二個我要 我期免我們的市府同仁 我們要把台中市當做一個大家庭 那市民就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在這個執政的過程當中 一定心裡要有愛 把台中市當做大家庭 把市民當做家人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會更加努力的 好好地照顧 好好的建設 好好地幫市民朋友 讓他們生活更宜居更快樂更幸福 所以我今天在團拜當中 那像我們所有的市府團隊肯脫 那希望我們今年一樣要保持這兩個初心 來建設我們台中服務市民家人 謝謝大家來參加團拜 謝謝 市長 如果今天沒有來 因為我們今天的是自發性參加 那我剛才特別提到我們的同仁有將近五萬位 五萬位 那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行程自動參加 那所以我們今天的根據往年都一樣 那所以大家有空就來參加 但是如果還有在公務上或另有行程的話 那就請大家以公務優先 譬如說我們今天有一位副市長 大家就可以看到賴副市長不在現場 因為他就是去台北參加行政院會 今年開春第一次行政院會 所以每位同仁他基本上還是要以堅守工作崗位 那有空的人來參加 多感應 謝謝 台中市在食安的標準上 一下是比別人嚴格 因為我們要確保我們的市民家人的食安 所以呢 台中市有很多的政策 都是領航全國 譬如說我們在學校的營養午餐 那很早我們就優先禁止 不可以使用瘦肉精 那必須使用國產豬 包括我們的雞蛋各種的食材也都是一樣 那另外台中市的這個檢驗的人力跟能量跟器材 我們配置比別人多 所以我們一年的檢驗的這個 以一個城市的檢驗量來講 可能是其他城市的好幾倍 那總而言之 我們一定要發揮強大的食安維護的功能 那這樣才能保護我們市民朋友的食安 另外也有很多外來的民眾或遊客 那進到台中市來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我們會持續努力 那立院要求行政院專案報告你怎麼看 基本上我們尊重立法院的職權 那因為我們就是把台中市政做好 那至於立法院的職權 那我們予以尊重 謝謝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這五年下來 我在試不談選舉 那也不會談政黨的問題 那謝謝大家 好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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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